疫苗开打之后 大家一直都很关注一个问题 就是打了疫苗之后的死亡个案 最新的数字 在美国方面 打了疫苗之后短时间死亡的 总共有934宗 美国方面主要注射的疫苗 都是那两支MRNA疫苗 即是Visor Biotech 以及Moderna 英国方面的数字 英国主要是打Visor Biotech 以及牛津疫苗 Extra Senica 打了Visor Biotech疫苗 短期之内死亡的个案 有107宗 打完牛津疫苗短期死亡的个案 有34宗 听上去就好像非常危险 大家应不应该打这个疫苗 大家要知道一般疫苗推出市场之后 就不是由得它 一般我们都有监管的机制 看一看疫苗在大规模施打的时候 会不会有些我们预计不到的副像产生 在美国就由美国疾控中心CDC 它订了一个System 叫做VAERS 即是所有疫苗的提供者 医护等等 凡真有人打了疫苗之后 短时间死亡 或者有其他的副像 都要上报上去CDC 现在英国就有一个叫MHRA的机构 基本上就是看一些药物和疫苗的安全 它就会运作一个叫Yellow Card System 即是黄卡系统 那为什么叫Yellow Card呢 就是说如果你发觉 有些人打了疫苗之后 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短时间之内死亡的个案 那无论你是医护人员也好 你是那个病人或者死者的 照顾者也好 那你也可以填写这些黄卡申报上去 就没有要求你很肯定 这个反应是因为疫苗引起 才可以写的 那美国方面的数据 就由12月14日开始 到今年2月14日 这段期间 就有超过5200万剂的疫苗 已经打了 那他回来的数据 就有934人 就在打了疫苗之后 短时间之内死亡 那每一个个案 都由CDC 就派一些医疗人员去跟进 那就要看一看 这个死者的病例 死亡症 甚至就是验尸报告 那整理出来 所以他们就看不出 有些不正常的模式 看不出 任何他们的死亡 是跟疫苗有直接关系的 那英国方面 就由12月9日 至今年的1月24日期间 单单以第一剂来说 就有超过540万剂的 Pfizer BioNTech疫苗打了 也有150万剂 Astra Senegal 牛津疫苗打了 有50万人 就打了第二剂 那打了这么多剂 他总共收到 打完疫苗之后 短期之内 死亡的个案 就有141单 那全部也是 经过专家跟进 也都看不出 就这些死亡个案 是跟疫苗有什么直接关系的 那英国方面 也都指出 就是 其实呢 就在80岁以上的人来说 那每10万个 这些老人家打完针之后 你就会预计 就有200人 在打完针之后 就在一个星期之内 就死于自然 那大家都要记得 很多在这些先进国家 但是一批打的人 都是一些老人家 或者是有一些高危疾病的族群 那这一批人 很明显 就当然你预计 他的那个寿命 或者就因为其他病 而过身的机会率 当然就比一般年轻一点的人 就会高得多 看上去 就好像是 因为疫苗打了 没多久之后 死亡 就以为是疫苗引起 其实未必一定有因果关系 很多时候 这些个案 都是死于自然 所以 大家每逢听到这些报道的时候 就不要太紧张 多谢大家的收看 请你留言 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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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